下面我们讲第六讲 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词的 这个题目要做一点说明 所谓胡人北方的游牧民族或者说是骑马民族 南下到中原 习近由于他搞了这个封建策 带来了八王之乱 就是骑马斯的内部的斗争 八王之乱平定以后 习近政权衰弱下去 北方的胡人就南下 建立了很多格局政权 就从这个时期开始 一直到南北朝 民族的融合 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说他是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就是的 因为这个民族之间的互相的同化 它是同时进行的 不是单方面的 是双向的 胡人在汉化 向汉人方向靠拢 向汉人学习 或者说最后同化于汉人 那么汉人也在各个方面吸收了胡人的东西 也开始向胡人方向靠拢 就是他们的文化 所以叫做胡化 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 同时进行的 这个时期的特色 那么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色就是 表面上看上去 它是一个分裂时期 因为开始就是五乎十六国 五个少数民族 建立了十六个政权 那四分五六 后来又分裂成南北朝 最后由谁来统一 是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从本身上看 本确的说 它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国产 所以我们把标题定为胡人汉化 与汉人胡化的时代 就是抓住它互相同化的这一个特点 来注重地讲这个问题 首先说五乎十六国时期的汉胡胡化 汉胡胡化就是把前面那个简约了 就是胡人汉化 汉人胡化 叫做汉胡胡化 我们现在通常把非汉人叫做少数民族 当时叫做胡人 当时没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说法 就是胡人 汉人以外的就是胡人 所以汉胡胡化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胡人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胡人的汉化 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的中原 他建立了很多的政权 这个胡人呢 就是五胡 当时又叫做五胡乱华 就是五个游牧民族 匈奴族 鲜卑族 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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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胡 这组中原以后建立了很多各级政权 那么表面上看 这胡人建立的政权 和原来传统的中原地区 汉人政权 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不然 他们 这组中原建立的各级政权 他要长期的维持下去 他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你进入到中原 也就是进入到汉人聚居的地区 那你就必须 接受汉人的传统文化 这个文化是个大概念 包括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各个方面都要接受 并且为他所同化 你只要能够站住脚跟 在这个过程当中 柔学 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所谓的汉化 它主要就是吸收 以柔所为代表的汉人的传统文化 以及这个传统文化 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政治制度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汉化 比方说我举两个例子 书上面讲了比较多的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匈奴人建立的汉国 他为什么叫汉国呢 因为在汉朝的时候 汉朝统治者和北方的匈奴人 何清 何清就是把汉朝的公主 嫁给匈奴的扇鱼 用婚姻的纽带 使这个干戈化为瑜伯 那么在匈奴的心目中 汉朝的皇帝 就是他们的舅舅 他们就是外甥 有这个关系 所以他们建立的政权 取国号为汉国 他们的建立者姓也姓刘了 这个统治者姓刘 名叫刘渊 他非常的喜欢儒家的金学 拼请了金学专家 来教他学习儒家金学 因此有这样一个 深受儒家金学影响的匈奴人 建立的国家的国军 他当然他所有政策都会从这方面出发 所以汉华的事情是非常的浓重的 另外一个历史 基人建立的赵国 他的建立者是叫做十乐 他也是要用儒家金学来制的国家 所以他也设立太学 和汉朝一样有太学 中央首都有太学 这是最高的太学 地方有俊国学 因为汉朝的时候地方叫做俊国 这个传统延续下的 叫俊国学 这是地方的学校 这个太学和俊国学 汉朝都有 他主要的课程就是儒家的金学 因此他用金学来培养人才 选拔官员 那么若干年以后 他整个的统治者的群体 就逐渐的被汉化 所以五湖十六国 看上去是五湖乱化 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看法 就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 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看法 不正确的看法 其实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 民族的大家庭 互相融合的结果 不断地融合的结果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那么既然是同化 当然是互相的 有胡人的汉化 当然也有汉人的胡话 过去呢 讲这一点比较少 因为大汉族主义 只认为这些如何民族 来了以后 必然要被我们所同化 他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就是如何得被先进的所同化 这是你说当然的 其实不知道 你自以为先进 你也被所谓的 落后的民族的东西 所同化 因为他们 虽然在生产 文化水平上 比汉人落后一些 但他们有他们先进的地方 这就是汉人的胡话 这个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反而更大 比方说 吸收胡人的生活 习惯 这个过程很漫长 从东汉后期开始就已经开始了 东汉后期 因为已经有交往 那么达到高朝 当然是五湖十六国时期 和后来的北朝时期 因为北朝也是有 小数民族 就是所谓的 勇猛民族 起码民族 建立起来的 先辈人 可以接受到 东汉后期 所以东汉后期 的皇帝 已经表现出 对胡人的 生活世俗的一种 喜爱 后汉书的五行字里面 讲到这个 有一段话 这个书的八十二页 到书的第八行 就提到 后汉书五行字写到 灵地 汉灵地 好 胡胡 好喜好的好 不是好坏的好 好 胡胡 胡人的胡张 胡帐 胡人的帐篷 胡床 这个不是睡觉的床 是胡人的座椅 胡座 胡人的做法 胡饭 胡人刷饭 也是个做法 胡空虎 中乐器 蝴蝶也是中乐器 胡 胡人的舞蹈 因为皇帝 其昌于上 所以 大官贵人都纷纷的笑法 所以叫做 京都贵去 解尽位子 首都的大官贵人 都 喜欢 胡人的服装 胡人的帐篷 胡人的座椅 胡人的做法 胡人的饭食 胡人的业器 胡人的舞蹈 等等 你看 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至于造成整个的统治集团都在胡话 这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影响非常之深 我这里特别要讲到的一个现象 叫做胡床 睡觉的那个床 但是 这个胡当然是指的游牧民族 床呢 并不是我们现在以理解的那个睡觉的床 是一个桌子凳子 凳子 坐的凳子 这个对于汉人的生活学生的变化 有花时代的意义 因为汉代或者汉代以前 汉人的坐姿 我们上午就讲到 其地而坐 其地而坐 两种坐法 一个盘腿坐 一个是跪着坐 坐在地上 把腿盘起来 或者跪下 跪下 然后屁股坐在脚后跟上 就是两种坐姿 就是实地而坐 啊 湖人比我们还先进一点 游牧民族 他们 首先发明这个胡床 就是 一种坐 坐的凳子和椅子 呃 有的专家考证啊 这个胡床 最原始的形式啊 就是一种直地 直地 我们现在有 因为他流木民族 经常要游动的嘛 所以他可以直地起来 呃 做 要到到那个地方 要登下来 就是定居下来的时候 他把这个直地的打开 就是一个直地 叫做 北方 叫做马扎 刚才 后来发展成为固定的 凳子和椅子 也叫做胡床 就是 有 有脚的 而在 西地而坐的情况下面 是没有凳子的 湾人不坐凳子 西地而坐就坐在地上 考证一点的 在这个 坐的地方 放一张小的席子 就是坐垫 那么 吃饭呢 茶几 这个叫做鸡啊 茶几的鸡啊 那个时候就有了 鸡 或者岸 就是我们讲岸头的岸 也是一种矮的 矮的 桌子 因为这个法是跟坐在地上的位置差不多 它高去一点点 矮的鸡和岸 放在上面 那么能坐在地上 这个胡床传进来以后 从北而南 传到全国 大家感觉到这个方式比起低了 如果要好 引进了这个 引进了胡床 就是有脚的凳子和椅子 然后再发展成高桌的家具 就是这个脚高的桌子 人们在离开地面 改变了些第二桌的习惯 所以这个红床的引进 包括刚才讲的胡座 胡人的做法 改变了汉人的做法 就连锁的反应就是高足的家具 就是 有很高的这个脚的家具 就吃出来了 改变了汉人的西地里做的习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那么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研锡 开宴会叫研锡 就这条以研 按着研锡 就是西地里做的锡 为什么宴会要叫研锡呢 研啊 是这个 比方说他大厅里面 这个大厅里面 铺一张非常大的锡质 叫做盐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地毯的作用 齐呢 每个人座位下 屁股下面那个坐垫 小小的 叫做锡 那开宴会就是这样 那么每个人前面放一个矮器 这么高的一个像插机啊 把吃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矮器上 而用不是这样高的 因为它没有凳子 这叫做研锡 后来 其地里做的习惯取消了 有了高足的家具 有高高的凳子 有高高的桌子 开宴会 还叫研锡 但是研锡的含义 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它既没有研 也没有锡了 所以这个词汇的发展也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只知道研锡 可能写文章的时候 还会用这个词汇 但是它的来源 已经不明白了 它的本意也不明白 我们从这个汉能胡话里面 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根源 它是这样的 为什么叫研锡 因为吸地而中 地上铺有一个研 每个人屁股下面有一个锡 面前有个矮机 我们看三个演艺的电视连续剧 就可以看到 它还是比较正直 因为它有专家指点 都是坐在地上 没有很高的桌子 就是这个习惯 很有意思 我去过日本和去过韩国 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了 日本和韩国 照样保留得很好 这个习惯 他们只有上班的地方 或者学校里面 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说在食堂里面 去地里做吃饭 没有的 他也是洋化了 有高高的桌子 高高的等子都有了 但是他们传统的饭店 我去过 仍然是进去坐在地上 一进门就脱鞋 进去坐在地上 因此他这个机案 还是很矮的 因为跟坐在地上的 这个姿势相符合 日本是如此 韩国也是如此 于是高档的 传统的日本料理店 于是些第二种 韩国也是如此 它专门有一种洋式料理 就是西洋料理 那才有西洋人的 那种吃西餐的 高的等子 高的桌子 我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们有的时候请我吃饭 我们很不习惯 因为这个盘腿 坐在那里吃一顿饭 因为这个像开宴会一样 不是几分钟完了 各八小时 两个小时的 喝酒 聊聊天 吃吃饭 我的人忍耐力 一刻钟就脚要码掉了 盘腿坐 这个铁就码 所以非常不习惯 他们心里为常 尤其是我佩服这个女人 她是跪着坐 政治厉害 一方面表示礼貌 一方面她表示 她也是一种姿态的训练 所以我们中国人去了那里 看这个日本和韩国的少女 他们长期跪着坐 所以这个小腿都很粗而短 不漂亮 就是没有美的修长的腿 和这个坐姿有关系 又是他们后来请我吃饭 我就是他们就很客气 你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有点没有要求 找一个有坐姿凳子的地方就可以 为什么呢 我说我坐在地上吃不了 没办法坐在地上吃 坐在地上 我许到 我学历是等 坐在地上的盘铁不行啊 我把铁伸出来 就是刚才讲的 竹林七十元的那个不公的行为 就是鸡鞠 像个波及一样 把两条铁往前伸 我说对不起啊 我脚麻了 我要往前伸 我是鸡鞠了 不不 他们习惯 于是我就跟他们开玩笑 他们又感觉很奇怪 我说我们早就胡话了 你们没有胡话 我们早就被胡润童话了 学到胡润的生活习惯了 坐在凳子上了 坐姿 凳子高了嘛 坐姿也高了 两个脚就自然下垂 多少舒服 我们不习惯 你们没有胡话 他们保留传统 保留的 但是他有些常会 他也不保留 但是回到家里 我到他们家里做 可以也是 更加是坐在地上 连盐和锡都没有 这是地板 这个韩国人还要有意思 他的暖气 水钉 这水钉 管子 就在地板下面 地板下面 密密麻麻的 这水管子 如果是 这个一张 一张公寓楼 它底楼啊 就有一个锅炉房 少热水 到冷天了 少热水 所有的热水 通的这个管子 到地板下面流过来了 在地板下面盘旋 所以地板是滚烫的 去呢 因为他要去地人做 不但去地人做 还要睡在地板上 我们要睡在地板上 不是恨人吗 他对地板滚烫 所以他为了适应 去地人做 去地人握 他地板是滚烫的 我在韩国的高丽大学 一个学期 住在他们这个宿舍里面 就是感受 正好冬天 外面下着河毛大学 房间里面温度高得很 洗完澡以后 只要穿短裤汗衫就可以了 外面再下大学 我估计大概三十度以上 生命温度 这地板这么滚烫 他就是为了这个 实地人做 实地人握的习惯 而做的一套 配套的 保证地板滚烫 你没有问题 我们实在不喜欢 光脚在地板上 感觉到烫 必须穿拖鞋 在地板上坐着 必须要用电池电器来拆洗 直接碰到地板上 屁股感觉到非常烫 这种习惯 你看韩国它保留 但是很奇怪 他们喝凉水 无论是冲夏秋冬都喝凉水 我们很不习惯 你看我帐科都要跑 查一查 他们的教室大楼里面 不供应开水 我就想他们提 他们不供应开水 他们是经常保留的长期喝人水的习惯 就跟西方人一样 自来水开出来就可以喝 我说我要泡茶嘛 没有 他们教授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有电壶 插一插 插个插头上去 刷一地开水泡茶 泡咖啡都可以 但是教授大楼里面的教室学室里面没有 但是你可以 你要投币 投币饮料机 你把硬币投进去 滚烫的茶一听就出来了 就是罐状的 罐状的红茶咖啡都有 我们自己改变时去泡茶 不许 他这个习惯 就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 我刚才就讲到这个胡床的问题 这个胡床啊 又叫做交椅 所以你们看水浒传 第一把交椅炒盖 第二把交椅送降 这个交椅就是胡床演变下来 它可以自己的叫交椅 就是下面的两个根子 它不是腿子的吗 腿子里头不能动 它交叉的 像艾克斯基 这些的交椅 所以交椅啊 就是从胡床演化过来 交椅 后来才固定成像它太师一样 不是中国的汉人之后就有的 就是从胡人那里吸收过来 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日本韩国没有别 他们保留了 所以我说你们没有胡话 我们胡话 实际上我们比他先进 他们保留了原来的 应该是照我的想法 坐在地上吃饭 肯定是 不是最好的知识 不利于这个小话 这就是非常难受 他们习惯了 另外还有 齐民药书 北魏的人写的一部农书 齐民药书 里面讲到当时的中原地区的汉人 吸收到的胡人的生活习惯的一些东西 有什么呢 胡饼 胡人做的饼 就是我们所谓的大饼 就是有芝麻的 一面有芝麻的那个烧饼 就他们那里来 比方说烧烤 他们那里来 这是游牧民族的特点 烧烤 它很简单 还有奶酪 毫无英文是游牧民族传过来 喝奶酪 我们以为是 欧洲西方人用奶酪传过来 不是 我们自古就有 这是我们北方的胡人带过来 来了 除此以外 还有胡人的语言 胡人的歌曲 胡人的音乐 胡人的舞蹈 胡人的戏曲 都流行 比方说 很有名的 吃了歌 天常常也茫茫的 那个歌 本来啊 就是胡人的语言 唱的歌 后来胡人进入到汉人地狱以后 把它翻译成汉语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天常常也茫茫 风吹 草地线 牛羊 这个歌 就是吸收了 胡语 胡歌 都吸收了 那么 预期很多都带有胡的都市 都是他们来的 胡琴 为什么叫胡琴 就是胡人 胡人的舞蹈 包括到 后来到唐朝的时候 更加 蓬蓬勃勃 发展到顶峰 这个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很多民族乐器 都是胡人拿来的 胡人那里过来的 刚才讲到 空河啊 什么的 都是他那里来的 所以这个汉人的胡话 实际上比胡人的汉话 影响更深 更深远 那么 刚才我们讲到 胡人的汉话的时候 我们没有 深入地追究 这样一句话 就是这个 魏京南北朝市的专家 何志全 讲的一句话 非常好 他就分析 胡人的汉话的根源 为什么会发生 这是82月中间 第三次战断的第二行 这个魏京南北朝市专家 何志全说 西京梦年 随着四周上层的渡江南下 就是西京梦年 因为五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动乱 西京的统治集团南下 就在南京建立了东京 那么西京就自然瓦解了 建立东京 那么西京的统治集团呢 就纷纷渡江南下 到了南京和江南地区 所以他这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西京梦年 随着四周上层的渡江南下 装安他们头脑里的玄学 也被带过江去 因为当时玄学嘛 玄学是以道家思想来解释 儒家经典 所以是道家思想的东西 他们这些四周南下带过去了 那么连先营乡深微的 金学四周留在北方 因为金学在那个时代 不受重视了 衰微了 这些人没有四周了 他们留在了北方 恰恰是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 众礼仪的传统 把经学的传统 在他们那里保留下来 北方 而湖国政权 武力占据北方 要立国中原 必须熟悉 游学传统 崇尚中原文化 以汉法治汉人 就是用汉人的传统文化 政治人理来治理汉人 那么他说 所以说 胡如君主 与汉人四周 在这种背景下 进行了最有真理成效的合作 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与通华主义 这是非常准确的描述了 这个汉胡胡瓜当中 这个胡人汉化 中间这一个原动力 是重要决定性因素的 精绪 有加的精绪 南方白人是 因为北方的四周 统治阶级南下 把玄学带到南方去了 北方剩下来的 恰恰是 以前不受重视的精绪 这个精绪起了很大精 我们做学生的时代 我们历史系的 一位教授 周宇童先生 上次我提到过的 他给我们讲中国精绪 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说中华民族 至少也不能 不可能被外来民族 说童话 说灭亡 儒家的精绪 起了 至关重要的罪 他只可能童话 外来民族 而就不会被外来民族 说童话 这一点 你无论如何骨架 都不会过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汉华是才浓烈的北位改革 就是因为从五湖十六国北方的大增里 有鲜卑人出来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 那么北方就出现了短暂的统一局面 这个北魏呢 在中国历史上 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这个题目要讲的是 北魏的改革 和鲜卑人的汉化 他和五湖十六国时期的这些 胡人建立政权一样 他们的方针一样 就是你必须用汉法来治理汉人 而汉法的核心就是儒家的精确 你不这样做 你这个政权就维持不成就完蛋 所以他非常突出了这一点 北魏的改革和汉化 改革就是围绕着汉化来展开的 所以所有的改革处是最围绕着汉化来展开 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文明太后冯氏 他的改革 也就是以汉化为核心的改革 是北魏汉化的第一步 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的措施 都离不开汉化 比方说第一 他担布官吏的俸禄制度 就是官吏发薪水 以前先被人处在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的时候 他是没有薪水的 没有俸禄的 这是所谓的供给制 不是经济制 但是这个制度有很大的弊端 由于造成腐败 他如果在北方草原地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物质制度的匮乏 进入了汉人地区 很复苏的地区 他不可能在保留原来那个 因此他必须规定 按照官吏几笔的高低 来发给相应的俸禄 同时规定 除了俸禄之外 你如果有贪污 那么年成不大 这就是汉化 因为汉人地区的 他有俸禄的 和他的品质 高低有关关联 第二 担布军填令 就是实行军填制度 从北威开始 一直延续到了水塘 这个军填制度呢 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它 因为军填两个字很容易看到是平均分配土地的意思 其实不是 他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经过大冬乱以后 很多农田荒腐了 那么为了使这个社会安定下来 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 那么他就颁布一个政策 就是按照劳动力 来把这个荒地啊 或者叫无主的土地啊 进行分配 但是他有规定 就是给了你 那么你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付税和遥益 一方面是生产能够发展 另外一方面保证政府有财政收入来源 这和他原来在草原地区的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 他进入到定居农业区 他必须是生产的定居农业区的情况 也是汉华的一种措施 第三个笔划涉行三掌制 就是林掌 林掌 党掌 就是社会最继承的一个组织 就是到了民国时代 就是所谓保家制度 一样的道理 他要管理农村 他必须要这样做 第四方面就实行租调制度 是跟军田制度联系起来的 就是他首先实行军田制度 你每家农民都有相应数量的农田 因此你有收入来源 没有问题了 那么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地租 户调 租就是田租 土地水 调呢 就是每户 以户为单位 征收的手工业产品 不辟之人 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数量 这都是和秦汉以来的这个传统相吻合的 这个文明太后逢是非常了不起 他不是先辈人 他倒是汉人 因为社会动乱嘛 一个偶然的机缘 到了先辈人那里 慢慢就成了皇后 以后又成了太后 而且这个人是 可以说是可以和武则天相媲美的 铁娘子 比武则天早出现的铁娘子 铁碗人物 他掌握朝政几十年 他活着的时候 那些皇帝都是傀儡 他不仅仅是锤炼听证而已 他是亲自出面 来处理这个朝政政务 当场排版 做出决定都是他 这些改革措施 都是他通过他的手来进行的 他死了以后 就是魏晓文帝 魏晓文帝的改革 这个汉华的布置 卖得更大 可以说是全面汉华 或者叫做全盘汉华 我们五四以后不是有全盘西化吗 有人现在来反思 说在中国的情况下 你不用怕什么全盘西化 以为好像这个人养奴 他说你就是让他放手全盘西化都做不到 不可能 我觉得确实如此 要全盘汉华也不是容易 要全盘西化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有一个社会基础和技术能力的问题 有一个土壤的问题 有些东西他根本就推广不起来 你要想全盘西化也西化不起来 西化不起来 但是北魏的全盘全面汉华 或者叫全盘汉华 他是做的 政治厉害 所以魏晓文帝这个人 在历史上的评价是不错的 要汉华 他首先迁都 因为这个北魏啊 先辈人呢 他是北方来的 他已经从北方迁到了长城 北面的大同 就像现在的山西大同 当时叫做平城 和平的平城 自己的城 平城 就在大同 那就长城边上 但是这不行 这还在中原的边缘地区 要汉华 你必须迁都 他迁都到洛阳 从平城就是洛阳 这个大同迁到洛阳 八十五都迁都放在洛阳 那么鲜卑的贵族 他习惯于在 习惯于在北方草原 到大同 已经是 已经南下了 这个在南下 他不习惯 游牧民族 骑马民族 到洛阳 怎么骑马骑城 在大同 还可以骑城 所以他可以变通 说 那些先辈的贵族 元老们 你们冬天可以住在洛阳 因为比较暖和一点 夏天北方凉快了 那么可以直到回去 回到平城 就是大同 可以来回跑 那就像大燕一样 后鸟一样 叫做燕城 这些大城叫做燕城 所以说积极的变化 来回跑 他还是有个时间线 过了相当的时间 就不能来回跑了 必须以洛阳为警官 你不管是你先辈 什么地方来的 以后 天女的表 警官 洛阳 为什么呢 汉皇 以洛阳为警官 还有一个先辈的旧的风水 比方说真空即空 先辈的没有这个习惯 他要汉化 就学出儒家的传统经学 那当然要真空 真空要即空 即空之 要改革先辈的落后的习惯 首先一条 把汉语作为官方语言 就是朝廷里面 政府内部 不能讲先辈话 他会定 三十岁以下的官员 一定要讲汉语 不得再讲先辈话 那么年老的可以宽容一点 因为他改不过来 但是等到三十岁的官员上来以后 他们都会讲汉话 这个非常重要 就像学俗 你既然在中央地区 汉人地区建立了一个政权 你怎么还可以再讲先辈话 讲的汉人都听不懂的话 必须你要讲汉人听得懂的汉话 这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普通话 还有 把先辈人的父性 改为汉字的单性 一个重大的举处 先辈的皇帝 姓托巴 两个字的托巴 改为元 元单的元 他改头 那么其他的人一起改 全部改 你比方说 微小问题叫托巴红 他就把托巴改掉 变成圆红 那么黄金又改了 全部要改了 所以你看你们看这个八十六页倒数第三行 先辈人姓邱木林 改为木 不六姑 改为鹿 赫兰改为赫 独姑改为柳 赫楼改为楼 赋榴鱼改为鱼 二兮改为寄 鱼池改为尾 大兮改为兮 这个 鱼池的时候 他必须鱼 不能威慈 威慈功 但是别人担心 他就变得尾 未艰形的尾 所以有这些姓的人 很可能他们的祖先就是贤人 改为韩姓 这是什么意思呢 汉华呀 就是使得周围的汉人 看不出 他们原来是贤人 全盘汉华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卫晓文的改革鲜卑的救赎 全面的汉华 还有一个措施 叫做鲜卑的门法化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中原地区 有门法四族 就是说 大家族 有门帝很高贵的大家族 那么 比方说 最有名的 吹卢王正 大家族 姓吹的 姓卢的 姓王的 姓正的 中原地区的大家族 豪门 那么 他鼓励 鲜卑的 贵族 和这些汉人的 大姓 同婚 同婚本身就 同化 两代以后就 完全变掉了 和汉人的 大姓 门法 大姓 同婚 这是一个措施 另外一个措施呢 鲜卑的 八个大姓 也把他 给他一个 门法的地位 就是他也是 豪门 鲜卑的豪门 与汉人的豪门 互相同婚 所以短短的 几十年里面 先被人 完全被汉人 说同化 所以 先被人建立的 北魏 在北方 不会再给汉人 感受到 使外来民族 建立的政权 没有这个感受 各家儿子的 南朝 因为这个 北魏 叫北朝 南朝 本人 自以为 自己是正统 因为他们 西京 瓦解之前 从北方 逃难下来 到了 建都在南京 那么 占据江南的 一片地方 叫做南朝 他们当然 自居于为 以为是 正统 那么 先被人建立的 北魏 当然是非正统 他们认为 中华 传统文化的正统 在南朝手里 所以非常的瞧不起 北魏 但是他们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送北魏的官员 北魏的官员 到南朝来访问 他们把他送回去 到了洛阳 一看 大气一气 认为这个 衣冠士族 病在中原 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 恰恰是保留在洛阳 因为经学的关系 因为 先被人的汉化的关系 反而是正统在北方 不在南方 南方反而是萎靡不振 他们所以回来以后 他们大大的震撼 自谈不如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声明 胡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胡话 在北方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这是第二个问题 下面第三个问题 文化政治的东京南朝 就将南面了 我们来比较比较 就可以知道 因为西京八王之乱 胡人南下 所以迫使西京的统治集团南迁 偏安于江南 这就叫做东京 东京从建立到灭亡 一百年 他们当然自以为是正统了 所以他们口头上 经常念念不忘的 要北伐 要收服 以前的 故土 但是只是常常高调而已 什么道理呢 那些 统治集团的上层 包括司马仕 以及支持司马仕的那些文化 士族们 到了江南的这个富属地区以后 被江南的 富属的 舒适的生活 所陶醉 没有人再愿意回到北方去 所以所谓北伐 收服 故土的 只是常常高调而已 有过几次北伐都是不成功的 没有人是成功过 根本原因不是说打不过人家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要下去 就偏安于江南 他们已经满意了 所以这个东京和继承东京的就是所谓南朝 南朝就是宋起良城 那么还有一个称呼叫做六朝 六朝呢 从三国开始 吴 生成的吴 加上东京 加上南朝的宋起良城 一共六朝 都是在南方的 都是偏安江南的 吴 东京 宋起良城 南朝我们本身就叫宋起良城 四个朝的 首都住在南京 当时就叫建康 号称六朝金坟之地 金坟之地什么 就是 呃 萎靡不振的地方 想了腐化的地方 不是一个好的称呼 金坟之地 生活很富庶 也很悠闲 但是 萎靡不振 这个 我迷不振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 它是门法争执 什么叫做门法争执呢 门法两个字 门就是门地 法就是法域 法域 但是解释了还是听不懂 什么叫门地 法域 门地叫门地的高地 法域 讲这个家世的背景 通俗地说 就是 一个 讲究门地 等级的 社会 一个讲究门地 等级的 时代 不光是门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量人高地的 叫做地望 土地的地 希望的望 地望 翻门就出于 什么呢 就是你的机关在哪里 这个也是很量人的 身份高地的一个 很重要的 呃 参照 器 一个是门地 一个是帝王 两个家起来 呃 很奇怪 比方说 东京最有势的 大家族 就是姓王的 三横一树的王 王家 所以叫做 王与马 共天下 马是司马是 他还摆在司马是前面 西境东京都是司马是皇帝 司马是这天下 他不是说 马与王 共天下 是王与马 共天下 这个东京的天下 是王室 这团 支撑你这个司马是 这团 把你维持下来 你才有这个天下 所以这个天下 我们的 王室和马 司马是共有的 而且是王室 去 绝对性作用 所以王摆在前面 这个其他 少在里没有 这就是门法的作用 那么这个王室 他有不同的地方啊 有狼牙王室 有太原王室 就是 几贯是太原的 这个王室家族 几贯是山东狼牙的 这个王室家族 不同的 先前是太原王室 有势力 到东京的时候 狼牙王室有势力 所以这个王与马 共天下 这个王啊 就是狼牙王室 就是 福祉西京王室 南下到南京 建立东京王朝的 这个狼牙王室 所以帝王很持着用 你要讲的王室 他就要问你 你是太原王室 还是狼牙王室 这就是 只有太原和狼牙 就是帝王 籍贯 我们现在讲籍贯 现在我们 对我们年轻人来讲 这个填履历表 籍贯是毫不意义 出生地才有意义 因为这个出国护照 就是填出生地 它不填籍贯 籍贯就是我们中国人 喜欢用的 因为人是流动的 你再填籍贯 像我 我的籍贯是辽宁沈阳 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 在辽宁沈阳调过 我的父母亲是辽宁沈阳人 9月80遍以后 他们都南下了 我出生在浙江湖州 我后来在杭州上小学上中学 所以我的心目当中 我从来不把自己看作了辽宁沈阳人 我前要出国护照 我写的出生地址江湖州 但是我的生活习惯 我的方言是杭州话 现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 也几十年生活在上海 我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上海人 但是我就不会认为是自己是辽宁沈阳人 但是几乎你必须写辽宁沈阳人 这是没有意义的事 但当时很强调 很强调这个帝王 强调门帝 因此这个文化政治呢 就有很多的腐朽性就来了 因为这个门帝的高低啊 他不能决定你这个人才 品质的高低的 但是文化政治的特点 就是凭借你的门帝的高低 就可以给你做官 你门帝高就做官 即使你是白痴 你狼牙王室出来的人 即使你是白痴 只要你是男人就都给你做官 而且很高官 这就是文化政治 所以很多草包 就是文化政治下面培养出的官僚 很多都是草包 草包到什么程度呢 只会签名 别的是不对 不会 官场不是要淫私吗 不会淫私 所以最起码的这个文化都没有 哎呦 管骑兵的 他还不认识马 这个管骑兵的官不认识马 人家问他你有多少马 他说我不知马何知数 我连马也不认识 怎么知道数目 但是他是管骑兵的官 草包 为什么是草包做官 凭加持 凭门第 这就是门发政治 所以这个南朝没有 东京南朝没有出息 那么因为是做官要讲究门第 讲究帝王 因此那个时代非常重视变家谱 因为家谱就是要讲究 你是什么地方的姓什么的家族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比方说你要追溯去 我是狼牙王 我的帝王是狼牙 我的王是 我是狼牙王是的第几代 这叉叉叉 可以查出来 所以当时非常重视 编家谱 形成了谱学 一种一门学问 干什么呢 主管人事的部门 就是吏部 要选拔官员 他不是通过其他手段 翻翻这个家谱 拿出来翻翻 好 这个人的门迪可以 帝王也可以 可以做官 因为家谱和选拔官员有关 所以家谱是很细致 就是谱是新生 这不是好事情 不是 绝对不是好事情 东京如此 特别明显 南朝呢 有一点变化 就是门发政治开始就下坡路了 为什么 道理呢 因为南朝的宋西 两城的开国皇帝都是 都是军人 都是军人 用凭借武力打天下的 他也不是门发四足 没有显和的门帝 也没有什么显和的帝王 那皇帝如此 他当然要任用他的大臣 以能干为主 而不是看他这个 虚的门帝和帝王 所以南朝出现的历史学家叫做 韩人长积药 韩人啊 就是出生贫寒的人 掌握了积药部门 这是南朝的特定 所以他已经冲破了门发政治的 这道界限 因为皇帝出生一行五嘛 秋八嘛 那么这个官员当然是不从贵族里面挑选 不从门发里面挑选 是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里面挑选 只要能干就行 所以开始冲破了门发政治的界限 但是门发政治 余未尝还存在 有些人啊 出生寒门 做了高官了 他还是要向皇帝提出 是不是可以 你请你帮帮忙 我可以高攀一下那些门发 我跟他们联姻 这皇帝说 这个我办不到 你要跟他们自己去商量 你跟他商量 他肯定不及时 这叫门当户队 他们这个门当户队就是讲的门帝 崔罗王正 互相之间可以 王跟崔 罗跟正可以 诸如此类的 你如果下面很低的高攀上 那就叫门不当户队 就是这个 所谓门当户队 就是讲门帝 人家说高官 他想要这样做 皇帝他说 我也没有 这个皇帝 我说我没有权力 你跟他自己商量 商量跟他商量不通 说明这是在门发政治的时候 走下破路的南朝 他余威尚存 这个东西一直要到唐朝 到武则天时代 才彻底少到 武则天的贡献 在这点上有攻击 这是第三个问题 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谁统一帝国的在建 为什么把学放在这里面呢 我是根据这个想法 就是这个事情是 从分立所向统一 那么谁实现了南北的统一 这是一个 大统一 为什么这个统一 是由北而南的 由西而东的 这是一个 是在探讨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 大多数次 所以南方统一 北方很少 非常少 秦地统一 由西面向东面 然后向南面 谁也是如此 那么南北朝 就是对立了 北朝和南朝对立 为什么不是由南朝 去统一北方 而是由北朝来统一南方 就是刚才我讲的 已经讲出来了 北朝 北朝恰恰恰是 呃 启现了 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那里 而南朝不是 所以由北方来统一 这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另外 而他 水朝里建立者 水文帝 杨坚 他是北周的贵族 不光是这一点 它本身是汉人和鲜卑人的混合 混血 混血 系统的混合 所以它身上既有汉人的血 又有鲜卑人的血 所以它本身就体现了汉乎护化的一个存在者 它本能就是汉乎护化的结果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鲜卑人 为了我们的机场 鲜卑人和汉人通过吗 是这个结果 所以它身上有汉人胡华 有胡人汉华的双重之材 有这种人出来统一 比较合适 而且它又是北州的贵族 那么随时 北州的延续 它并不是用一种战争的暴力的手段 而取了戴神 它是北州的军事贵族 慢慢地控制了北州的最后的皇帝 然后 很水道俱成的 就把这个州改掉了 变成水了 因此 它必须重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 因为从五湖十六国开始都是分裂 没有 没有重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 它要重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帝国 因此 水朝的历史非常短 它的意义不可低估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短命王朝 都很厉害 秦二十六王 水也是二十六王 那随文帝宣扬就完了 那么秦四皇到秦二十六就完了 但是这两个短命王朝在历史上作用不可低估 汉成秦治 所有创造的制度都是秦朝创造的 汉朝把它继承下来 那么谁呢 唐朝继承学朝的制度 所有的制度都是学朝开创的 所以唐朝的盛世 他学朝功不可没 虽然它存在时间很短 我们印象里面总是把水扬帝讲得一塌糊涂 好像这个水朝不行 他有很多创造的 特别制度上的创造 为长朝的统一大帝国奠定了基础 比方说 中央政府 就是帝国体制的中央政府 他创立了一个体制 叫做三神六部 三神六部 这个体制 被后来唐朝继承了 三神就是中处神 决策机构 门下神神义机构 上述神是行政机构 就是中处神决策 然后放到门下神来讨论 他审核一下 行不行不行你再重新搞 行了 交给上述神来执行 这就是三神 那么三神下面有六部 这个六部制度啊 不光是长朝继承 一直到清朝 不一 主观人士的吏部 主观礼仪的礼部 主观军事的兵部 主观司法的刑部 主观财政的户部 主观建筑的工部 六部 三神加六部 就是中央政府的体制 分析 西州的三公九卿不一样 不一样 他叫三神六部 唐朝延用了 后来这个三神呢 现在到了宋元时代 逐渐演化 但是 有中书神 元朝有中书神 说明这个 合理的东西 背后的基层 那个神 是中央的 机构的名称啊 我们现在不用 日本用 朝鲜和韩国都用 朝鲜外交部叫外务神 财政部叫大藏神 这是唐朝传过去 他们是说唐朝的文明 他保留下来了 中央政府机构叫做神 我们不叫了 我们地方行政机构才叫神 这是元朝的发明 元朝的发明 元朝把地方行政机构叫做神 但是学朝的时候 把中央政府的机构叫做神 三神 我们后来被沿用 到元朝中书神 用了以后 明朝的时候 朱元璋就把中书 看到这个胡卫庸 非常的专横 把胡 把他杀掉以后 就把中书神取消掉 以后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仓局 三神六部制度 从帝国的中央政府体制 唐朝一点不变的 制成下来 第二个 帝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科举 这个科举制度啊 西方学者佩服到 佩服到无其多地 因为从崔朝就开始 一直到清朝 没有建断过 只有元朝建断过一段时间 因为蒙古人啊 他不重视科举 从崔朝建立了科举制度以后 再没有建议 他们认为这是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的滥伤 但是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很晚才出现 中国很早就有 就是选拔官员通过考试来选拔 我们现在 还有这个 有一点痕迹 保留着 科举的痕迹保留着 你说他 有弊端 当然有弊端 但是你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 没有了 相比较而言 他当然比较合理 总比按门第来选拔官员好吗 总比推进好吗 我们现在如果 学校高考 用推进 那就腐败多得一塌糊 现在考试都会有 但是人家 不管你怎么埋怨 还是最合理的办法 最公平的办法 尽管有弊端 还是 还是不可取得 科举考是原因 你再不怎么批判 科举制度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他无可取得 你有没有弊端 办法来替代他 替代他就都不如他 他有色彩科 有明经科 有进士科 后来这个进士科 成为一个主要的人才来源 所以后来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 都是选拔的进士 进士基地 这是第二个创举 沿用了很多年 也是被西方学者所配处的 武器投机的文官考试制度 中国很早就有 第三个是人和管理制度 就是户籍 我们现在户籍制度稍微放松一点 但是也没有完全放松 什么道理 大学毕业生 如果是上海籍的 找工作永远的 外地的 对不起 很麻烦 这是户籍制度的问题 虽然你说户籍不再重要了 但他还是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为什么上海籍的容易找工作 在上海容易找人 你没道理 你想说什么道理来听听 这是户籍 人口管理制度这个户籍 中国立了主持 什么道理 他人 人头 有税 而且人的税呢 和年龄有关 所以他把人划分得很仔细 黄 小 中 丁 老 五个家的 三岁以下叫黄 三岁到十岁叫小 十岁到十七岁叫中 十八岁到六岁叫丁 六岁以上叫老 那么丁就是壮丁了 就成年老的劳动力 所有的负担向他正式 丁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确定下来 而且政府要普查 地方官员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带领人员 一家一户去 实际查看 地下相貌 和他年龄 报社的年龄相不相符 这不是残疾 因为残疾的可以免税 因为你来有这个炸小炸脑的问题 就是冒充 把年龄降低 比方说 十八岁的 他说我这个十六岁 你也看不出来 就叫炸小 还有炸脑 五十八岁了 他说我这个六十二了 不是免费了吗 叫炸脑 所以他要去查看 叫做团帽 团帽什么意思 看看 亲自看看相貌 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这个人的年龄 等有关因素 和付费表运相关 和国家的财政有关 挂钩地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必 紧紧即将年龄 这个户籍制度啊 非常有意思 他于是似乎会形成一个 非常系统的人口调查 敦煌土罗山文书 就是在敦煌土罗山出土的 死者的文书 那个时候已经就指了 官方的文件 在沙漠里面 沙漠里面 沙漠的废墟里面 发掘出来 坟墓 坟墓里面发掘出来 因为他那个地方干燥 所以不会没变 他可以看到 有人口的普查 这也引起西方学者的震惊 因为西方要到近代时候 才有人口的普查 有人口的相关的数据 宋代以后 因为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口的普查 就跟这个有关 第四个方面 叫做帝国的控制体系 运河 因为他的首都在洛阳 那么他要控制全国 全上交通是最好的 所以他搞一个运河体系 是一个喇叭状的 向东北方向发山 向东南方向发山 从贵河到洛阳 这样就拿巴掌 各通黄河和淮河的一条 就是通济区 各通淮河和长江的一条 叫做汉沟 各通 长江的南一直通到杭州区的 叫做江南河 三条 一直通到杭州 那就说杭州沿着运河 可以一直到洛阳 那么向东北方向去 为什么道理呢 因为东北方向是边防要地 他必须把近阳和将装备 通过运河运到北方边防 长城沿线去 叫做永济区 就从黄河边上一直通 通到佛郡现在的北京 这是帝国的控制体系 一直这个体系 一直在元朝才改变 因为什么当理首都变了 我们现在讲的 金航大运河 就是元朝开始 元朝把首都放在北京 当时叫做大都 那么他必须把这个运河拉直 本来是这个喇叭上 他必须拉直一条直线 南北向的一条直线 就是从旁城一直到北京 那么因为是喇叭上 那个喇叭去口的地方 就是正好是山东一段没有 在山东一段开一开 然后到了北京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运河通到北京城里面 这是通到什么地方 现在的积水坛 石叉海 北方运送朝两个城 一直可以通到石叉海那个地方 朝用码头 元朝可以做的 就金航大运河 就通到首都的 首都北京的 北京的中心部 这是我们现在理解 理解不了 当时确实是一个经济密门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 更好的交通方式 就是学院 当然学院朝那时候 他是首都在洛阳 他站着和洛阳这个温中心的运河体系 后来因为要批评贤阳帝 说贤阳帝为了要到扬州去游览 所以开通了到扬州去的运河 这个是无极之弹 他当然开完以后才去玩的 不是说我要去开 要到扬州去玩 扬州是 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 他去看看下江南 为刺目的开流 他还是为了帝国的控制 就是军事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控制 加强东南财富之地和首都的联系 加强北方边境和首都的联系 而开起来的 我们以往对学潮的评价不高 有偏见 什么道理呢 因为学潮很短命 唐朝把他推翻了 那么学潮的历史 唐朝人写 唐朝人写学潮的历史 不会给他有好评 鲁芬先生曾经讲过 说这个王朝的寿命长 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好 什么道理 他自己写自己的历史 他后来就皇帝写前面的皇帝 他就把历史都写好了 朝代历史 当然就是新朝代来写他 新朝代是他的电力面 他把他推翻了 他当然要说 我取代你是很顺利成长的 是明镇延伸的 你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所以我要推翻你 那么本命王朝都没有好话 就是这个道理 隋阳鸡就没有好话 也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隋阳鸡倒是一个人才 并不是存才 他非常有文学才华 也会写很好的文章 也有鉴赏能力 品评什么诗学的漂亮 他都不有眼光 而且学潮很富 马端林写文献通考 有一句名言 古今国际之父 魔入水 他是宋元之基地人 人评价 从后代人来看 那么他这个立场就是宋以前来说 从宋以前说 说古今国际之父母入水 就是 他那个时代 往前面推 他说 没有一个朝代 谁朝父母 这个奇怪了 怎么很赶就忘掉了 马尔士就忘掉了 怎么他是很富的呢 确实很富 运后开着了以后 东南的财富都向洛阳姐姐 所以洛阳附近 周边地区 大量的仓库建造 粮仓 还有放布匹的 放其他的东西的仓库 等到学校灭亡了 唐朝占领了这些地方以后 他们打开来看 说这几十年都用不完 他并不是因为贫穷而垮胎的 什么道理呢 保证 负了以后对于旺行 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那个时候叫高丽 打高丽 即使打什么 面子完全没有了 什么小小的高丽都打 不过再发动更大的军事去打 把这个面子捞回来 但是辽东和山东的人民受灾了 因为一打仗就要动员人 军队 还有动员后勤激阳 山东辽东受家 山东辽东受家 这厉害 马上就起意见他们 哼 听犯他 是这个问题 早期 所以唐朝建立以后 他的第六个皇帝 就是唐太宗李世宁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谁可摘住 谁就是人民 你们看他 风平浪静的人民很听话 很兴奉 一旦他不高兴 他就兴奉着浪 就把你这个全翻掉了 乘可畏也 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他做皇帝 他就知道肥朝的教程就在演戏 好 今天讲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大家